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开关 总杂 然后开始上电 上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触摸屏上面 进行参数的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触摸屏的这个 目前已经显示我们的雷次的logo 那么我们点击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 还需要时间 加载 在上电完之后 它需要一个加载时间 当它出现 我们可以进入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点击 那么点击完之后 我们要输入我们的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 我们可以那个 问我们的这个 售后人员去索取 那么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机的一个运行界面 它有压力 流量 转速 电压 功率 电流等 这个不同的这个参数的一个显示 那么同时 我们最主要的话是有以下几种控制模式 我们比如说 我们点开 我们有转速模式控制 功率模式控制 电流模式 流量模式和压力模式 那么这五种模式控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第一个 转速模式的话就是意味着 我们在我们的设置里面 我们设置我们是多少转 比如说我们设置两万转 还是三万转 那么它就额定的转速上面去去运行 那么功率模式和电流模式 其实它们的道理是大概差不多的 它们首先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设置的是电流模式 电流模式的它的设定值是 后面的单位是安培 也就是说设定值的百分之五十 假设这台电机的那个电流是180安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它的电流是90安左右 也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功率模式 那我设功率的百分之九十 那么这台电机是那个九十五千瓦 那么它九十五千瓦的一半 也就是百分之五十 那么下面的这个流量的这个模式 就是我设定流量模式以后 那么我后面 后面就是更改之后 我们的流量的话就是 我们百分之五十的流量 或者是五十个立方的流量 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然后呢 我们压力模式也是差不多 压力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设定值是五十千帕 那么它在运行的时候就会根据我们设定的压力 它会转速提升到五十千帕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这个值去运行 一直在稳定在五十千帕 那么我们常用的模式基本是在电流模式这个这个范畴 那么在开机之前的话呢 我们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后台的这个参数 后台的参数的话呢 我们首先是有参数一参数二参数三的一个设置 这些的话基本上我们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不需要去去动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参数已经设置了完成 那么我们可以就可以进行一个开机的操作 开机的操作的话呢 主要的话就是由我们下面的这个电源开关 进行的一个启动和停止 然后旁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急停 各位记住在任何时候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启动和停止 都不能使用我们的急停按钮 因为它有可能会对机器进程造成一个损害 那么我们只要机器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采用我们的这个启动和停止的这个按钮进行开机 那么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设置以后呢 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重点的讲一下 首先的话呢 就是由于我们的风机在不同的工况下面运行 我们的每个水池的这个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放空阀的关闭转速 在输入我们的这个密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参数2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80这一个参数 这个目前是240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代表是什么呢 它就是放空阀的关闭的转速 也就是说目前设置的是24000转 240就是24000转的这个转速去关闭放空阀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水的压力 然后去调节比如说我需要把放空阀的转速调得更高 我们水压更高 那我们就改成250这样的一个参数去进行那个设置 设置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主页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开机操作 我们现在刚刚已经修改了我们的参数是25000转进行的一个放空阀的关闭的操作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机看看我们的机器的一个运行状态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转速达到了25000转 这个时候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放空阀关闭了以后 那么我们的转速就根据我们的功率进行一个调节 我们目前是50% 那么我们每次增加或减少的时候 我们在调节我们设定值的时候 我们按1% 每次按照1%的这样速度进行增加 我们的加速和减速都是采用这个设定值1%或者这个加1或者减1这样的一个操作进行进行增加 好 目前的话呢 已经是稳定在运行 那么我们可以把再往上 把我们的运行参数往上调 OK 现在的话我们的机器已经是正常的在运行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刚开始启动的时候 它的噪音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放空阀在启动的那一瞬间 它是打开的 在建立起来压力之前 它的放空阀必须是排空的 当我们建立起来压力以后 然后呢 我们的放空阀关闭 那么目前这个口径的话呢 是做什么用途呢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电机的冷册的这个热风 从这里排出来 它在刚开始启动的时候 它风机里面的风 就是放空阀的风也会从这里排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客户会在问 什么时候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放空阀去引到我们的室外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很好理解 在我们的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热风就没办法散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管道连接 把它排到室外去 当然如果在一个空气流通比较通胀的场合 那么这个热风就可以直接排到室内的 当然如果为了声音更小 也是可以把它排到室外去的 都可以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确定 我们是否要把它那个接到室外去 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个机器正常的开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对我们的这个机器进行这个停机的一个操作 停机的操作也是很简单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停机的时候千万不能去按急停开关 我们要正常的以我们的电源开关进行关机 那关机的过程中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关闭电源以后 它的放空法会打开 然后降速降到一定的速度之后 再缓慢的停下来 OK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停机操作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触摸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 这时候它的那个压力马上就通过放空法排掉 然后卸下来 卸下来然后再转速就降 降到一个我们的一个最低的下限转速 也就是18000转 在这个时候它会停顿一段时间 然后彻底的停止 大概有个20秒到30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大家看 这个时候压力卸掉了 那它这个时候在18000转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那就彻底停下来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停机的过程 好 以上就是我们空气悬浮风机的开机和停机的一个操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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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啦 把